就是台北市市民大道二段上面 一輛停在人行道上的機車 它的後側竹然突然冒煙自然 而且還燒了起來 波及到了旁邊八輛的機車 請問裡面到底放了些什麼呢 趕快請記者彭新美來告訴大家 好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所在位置 在台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二段上 華山園區旁 可以看到人行道上一整排的機車 全是燒得焦黑變形 其中有幾輛非常的嚴重 是燒到剩下骨架 而在稍早 監視小組和員警 也已經在現場做完財政 而車主也陸陸續續到達了現場 看到他們愛車變成這樣 是相當的錯愕 今天看他們是怎麼說的 我還以為是我的車被燒起來 結果是被波及到 也沒怎麼辦 現在腦筋空白了 我遠遠的看 就看到一次我被波及 還是被燒起來這樣子 不過也算鬆一口氣 因為不是我的燒起來 去害到別人 沒有很錯了 就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啊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我還沒發揮 我不敢動 因為我想說現在是四股車 我就沒有動 好 根據了解 就在發生時間點 就在今天的中午12點半 我們透過當時的電視器畫面 可以看到 一輛機車是突然竄出了濃濃的黑煙 接著就起火燃燒 而火勢是非常大 迅速蔓延波及到旁邊的車輛 新幹燈火弟兄非常快速地 就趕地現場來射水灌救 但是還是造成了八輛機車 全部是燒的焦黑 而警方初步延慢呢 是其中一輛的機車 車廂內放有鋰電池 而這個鋰電池過熱導致起火 至於這些原因還有賠償責任 還要等警方要後續來離棄 以上最新主播